全球旅游业复苏,很多人已等不及安排2023年出国的机票 2023年十大新兴旅游景点,等着大家去体验探索 印度波西米亚封城市,希腊小镇,意大利波扎诺找出国灵感 想尝试不同凡响夜生活旅游体验的可以到访巴西圣保罗 文特内格罗布德瓦及杰克共和国的奥洛穆茨 想要沉淀身心的话,则推荐印度本地治理室 还有意大利波扎诺富含历史古迹和葡萄美酒等助旅人去亲身体验 以下是2023年十大新兴旅游景点 希腊卡兰巴卡受雄伟的巨石环绕 是树间历史悠久的东正教修道院的所在地 希腊小镇卡兰巴卡坐落于瑟萨利山谷 其位置护卫着雄伟的巨石梅特欧拉 是树间东正教修道院的所在地 这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位于海拔400公尺处 其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 由寻求与世隔绝的僧侣们所见 在翠绿山丘环抱之间 这些修道院现在看来就像悬在空中 对于想去一个能体验完全不同文化的地方旅行的游客来说 这个神秘的景点正好有适合以步行游览的超凡景色 旅客也可以参加梅特欧拉日落之旅 探索已有千年历史的巴多外饮食洞穴 欣赏修道院中美丽的壁画 并接着在山谷中体验绝美的日落 圣保罗是知名的美食天堂 拥有多间米其林餐厅和许多在地街坊小吃 以热情及传统森巴舞为人广致的巴西 其实也是知名的美食天堂 全巴西仅有14间米其林餐厅 其中9间就处于圣保罗 别错过路边小吃摊美食 炸到金黄酥脆的炸鸡肉酱 Coccynum和浓郁黑豆炖材非洲的 蒙特内戈罗不得晚 拥有美丽的金黄沙滩和绵延的海岸线 旅客也可参加蓝洞潜水之旅 身为2023年欧洲必有目的地之一 蒙特内戈罗西部的布德瓦镇 绝对能满足渴望阳光沙滩和清澈海水的游客 布德瓦位于亚德里亚海沿岸 被称为布德瓦海滨区 拥有蜿蜒35公里遍布着美丽金黄色沙滩的海岸线 在超美的崎岖山景和豪华游艇环绕的海岸上 一张张日光躺椅等住旅客享受悠闲的一天 喜爱冒险的旅客也能在这座城市 找到刺激的活动 像马木拉岛 蓝洞和圣母岩之旅将带你探索伯卡湾 让你能在蓝洞中游泳和浮潜甚至潜入海底隧道 印度本地这里是一座波西米亚风海滨城市 旅客可参加客制化徒步旅行或骑乘单车漫游城市 本地这里是位于印度东南海岸 坐落于孟加拉湾 是一座波西米亚风海滨城市 本地这里是当地居民和曾来过此地的旅客 都十分推荐其自行车 穿过绿树成荫的大道探索这座城市 旅客也可参加客制化私人徒步之旅 当地导游会根据旅客的喜好客制化专属行程 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步调探索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数一数二历史悠久的古博特市集 专门贩售特殊料 美丽的鲜花和当地特产 墨西哥克莱塔罗四季一人 且人们热情友善 因其壮丽的自然美景 而获得墨西哥绿宝石的美名 克莱塔罗是墨西哥新崛起的旅游景点 当地人的友善热情非常有名 地处中央高原 高海拔的克莱塔罗四季如春 无论是哪个季节都适合前往旅游 短短的车程就可抵达世界上最大的巨石之一 普纳尔巨石 这座高达433公尺的巨石 雄伟的耸立在魔法小镇 Pueblo Magico上 深受其他旅客推荐 该地区是戈达山的所在地 因其遍布山脉和山谷的美丽森林 而素有墨西哥绿宝石之称 这个自然生态圈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喜爱大自然和践行的游客一定不能错过 意大利波扎诺是著名的滑雪度假区 并保有许多中世纪城堡和哥德式大教堂 波扎诺是意大利最北端的南提洛自治省首府 为登山客和滑雪爱好者的理想景点 旅客可以在夏天挑战登顶白雪阿阿的多罗米地山脉 或冬天时前往著名的滑雪度假区之一 喜爱历史的游客则可以参观许多中世纪城堡和哥德式大教堂 其雄伟的肩顶与这座城市色彩柔和的房屋形成强烈对比 马来西亚亚币是被茂密的热带雨林和沙滩环绕的隐藏秘境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多元物种 繁华的沙巴首府亚币被当地人称为KK 位于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岛 是被茂密的热带雨林和沙滩环绕的隐藏秘境 亚币周围的生态系统是独特野生动物的家园 在此推荐前往夜间河流野生动物园 幸运的话还能在搭船时观察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样貌 严重娜娜蒙河欣赏基纳巴鲁山的壮丽景色 游客可能会看见一两只本地蝉蝠猴 黄昏时分可欣赏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照亮傍晚的天空 美国圣塔菲因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原住民部落而有多元之城的别称 圣塔菲别称多元之城是因其无可比拟的丰富文化遗产和美洲原住民部落而得名 从丰富的传统艺术到土坯砖建筑 原住民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活印记 旅客可以去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欣赏它们的文化和创作 或者在开放日前往19个普为部落社区的其中之一亲身参观体验 对想要在2023年度假时深入探索当地的旅客 圣塔菲市中心摄影之旅和课程 让他们有机会与当地居民亲自交流学习 并探索这座城市壮观的历史建筑和城市景观 杰克·奥洛穆茨含有丰富的宗教遗产 精美建筑与特色美食 不少旅客想要去还未广为人知的城市旅游 而作为欧洲最隐秘的秘境之一的历史名城 奥洛穆茨是相较于杰克首都布拉格的另类旅游选择 这座城市位于摩拉维亚的汉纳地区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从精美的建筑 宗教遗产到丰富的美食 应有尽有 想要在假期中享用在本国吃不到的食物的旅客们 到这里一定要尝尝受欢迎的奥洛穆茨臭起司 澳洲河伯特气候宜人且自然景色优美 城市内可以体验多种刺激的极限运动 河伯特是位于澳洲最南端的首都 全年气候都非常宜人 这座城市一边是景色优美的威林顿山 一边是德文特河 爱冒险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滑独鹿州 绳索垂降甚至冲浪 如果想从高空鸟看这座城市 可以在合格教练的指导下参加飞行学习体验 看完2023年十大星星旅游景点后 你更喜欢哪个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和打开接收通知哦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您的收看